变态 如果有一天 你与一具尸体同坐一辆公交车 会是怎样的体验 还别说 这一车人就遇到了 不禁让人好奇 光天化日之下 是谁如此大胆 警察 你不要跟我说了 我之前你犯过事 进去过 我什么都懂 可让人更想不到的是 直到这起案件被真正破获之际 警方都无法确定凶手供述的动机是否为真 时间 2014年4月28日 地点 河北省邯郸市 这起案件要从这位20岁小姑娘突然失踪说起 小薇 邯郸本地人 一直在当地的台球俱乐部做服务员 为了节约钱 她选择和同事们同住一间宿舍 就在25日这天 还没男朋友的小薇再次被家人喊去相亲 就是这次的相亲 小薇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眼看都到晚上 家人很着急想知道小薇的相亲结果 可不管他们怎么打电话 小薇都不接电话 打得多了 小薇就只是发了一条短信 简单描述下当天的相亲情况 其余东西一概不说 难道小薇对这次的相亲不满意 她是不是又在生家人的气呢 据了解 小薇之前多次被家人喊去相亲 现在和家人的关系很紧张 加上最近总和嫂子闹矛盾 小薇与家人关系可谓是到达了冰点 眼看小薇对这次相亲又不满意 平时对小薇疼爱有加的姐姐 打算打电话安慰下的 然而 电话每次都可以接通 可对方就是不接听 只是不厌其烦地发短信 之前 妹妹从不与自己短信交流呀 这是发生了什么 难道小薇正处于危险之中 不方便与自己电话交流 越想越害怕的姐姐 在4月28日选择了报警 接到这个警情后 当地派出所也是很重视这起案件 他们抽掉精干力量 对小薇进行了查查 民警首先来到了小薇工作的地方 发现小薇并没有在这里 通过对小薇同事询问得知 此时的他们也在寻找小薇 从同事口中 警方得知小薇在25日 的确出去相了一次亲 一回来的她就大哭了一场 之后正常上班了两天 直到28日就突然失踪了 这些结果的获得 无疑不让小薇家属更担心 他们只好想到一个下下策 他们给小薇发起短信 说妈妈已经病危 希望她能快点回来 见妈妈最后一遍 以为使用这个 会让平时孝顺父母的小薇 有所反应 然而 这条短信发出去后 犹如石沉大海 再也没了消息 到此 所有人才真正意识到 小薇真的已经遭遇了危险 随即警方启动一次刑事 侦破机制 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找到小薇 为了得到小薇失踪前后的 行踪轨迹 警方调阅了小薇 租住小区的监控视频 录像显示 在2014年4月27日 23点48分左右 下班的小薇 与同事乘坐电梯 回到了群租房 当警方打算以监控 对小薇行踪继续查找时 却发现没有任何踪迹 小薇就像突然消失一般 难道小薇通过楼梯 或者其他地方离开了群租房 警方对小区做了实地调查 最终发现所有出入口 都会经过大门口 可通过对大门监控的调阅 也没发现小薇的身影 调阅完监控 警方心中有了一个莫大疑问 小薇去哪呢 难道还在这个小区内 就在这时 另外一个疑问随之而来 小薇同事向警方反应 小薇平时在宿舍穿的人字 脱和行李项部见了 难道小薇出去旅游了 可小薇平时很爱穿的 白色球鞋还在 洗漱用品也是 原封不动地摆放在洗漱台上 一个爱美的女孩 如果出去旅游的话 一定会带上这些洗漱用品 随着技术人员 对小薇居住房间 更深入地勘察后 房间的格外干净整洁 让他们感到了一丝不安 一般这种群租房 很少有这种干净 敏锐的技术人员 觉察到这间房间 应该掩藏着什么秘密 他们拿来专业设备 对房间做了地毯式勘察 很快 抽屉里的一把菜刀 引起了技术人员的注意 菜刀上隐约还有一些血迹 通过检测 这些血迹都是小薇的 种种迹象 都在表明小薇已经出事 要么已经遇害 要么已经被人强行 带离了群租房 可通过监控录像 警方排除了第二种可能 这就说明 现在的小薇已经遇害 随后 警方启动命案侦破机制 调集更多警种 对案件进行侦破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会来迫害小薇 难道小薇的遇害 与之前的相亲有关 侦察员对小薇的社会关系 进行了调查 发现小薇人际关系简单 那次相亲 连南方联系方式都没嫁 更不用说有什么感情纠葛 不过 侦察员通过那把菜刀 确定了第一个怀疑对象 此人名叫卢刚 是小薇的同事 主要从事厨师的工作 平时和小薇一行人 住在同一间房内 在小薇同事呢 警方得知在4月28日的早上8点多 同事们出去上班的时候 小薇还在宿舍 可到晚上回到宿舍 就发现小薇不知所踪 这说明小薇失踪的时间 是在28日早上8点到下午6点多 当更加精细小薇的失踪时间后 警方调取了小薇居住地 该时间段的监控录像 通过一段时间的查看 警方还是没找到小薇的身影 但他们却有了一个意外收获 在下午4点20分的时候 卢刚曾经回到过他们的群租屋 三个小时后 卢刚拖着一个行李箱 离开了群租屋 通过辨认 卢刚拖走的行李箱正是小薇的 小薇的行李箱 为什么会被卢刚拖走 小薇的失踪与卢刚会有关吗 带着这些疑问 警方打算当面询问下卢刚 可来到卢刚工作地 却发现卢刚已经辞职 现在也是不知所踪 卢刚的突然辞职 是巧合还是潜逃呢 万幸的是 警方得知辞职后的卢刚 还在与之前的同事有电话联系 期间 卢刚告诉同事自己去上海另谋生路 为了能了解些情况并不打草惊蛇 警方让小薇的家人给卢刚打去了电话 家属询问他是否看见过小薇 卢刚回答道 没有看见 那为什么我们在监控中发现 你拖走了小薇的行李箱呢 卢刚立马变了说法 说那天是自己掀下的楼 接着小薇踩下楼 行李箱也只是自己帮小薇拿的 因为小薇打算去外地打工 就当小薇家属还打算就此询问卢刚之际 他直接挂断了电话 显然卢刚在说谎 而且此时的他开始心虚起来 随即 警方打算趁虚而入 给卢刚打去了电话 可最后的结果让警方完全没有想到 看样子 卢刚有点不打自招了 可警察办案需要证据 口说无凭 技术人员对卢刚之前工作的厨房 以及生活的群租房进行了勘查 不出意外 他们在厨房很多地方都发现了血迹 而这些血迹也正是小薇的 不仅如此 卢刚的同事还向警方反应 卢刚曾经很突然地给自己打去电话 询问他是否知道小薇的手机密码 当得知同事也不知道后 就立马挂断电话 人证物证都在说明 卢刚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 小薇也的确被卢刚残忍杀害 之后卢刚得到小薇的手机密码 假冒身份与小薇亲人联系 现在就需要免费给卢刚送一副银手装 可此时的卢刚在哪 小薇的尸体又被他带到哪了呢 警方调取卢刚居住地周边的监控录像 最终警方在一辆公交车上找到了卢刚 在4月29日的晚上7点 卢刚提着小薇的行李箱上了一辆公交车 半个小时后 卢刚下了车 继续通过监控以及周边群众的走访了解 警方得知卢刚下公交车后 搭乘一辆出租车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据调查 卢刚34岁 已婚 欲有一儿一女 2004年因盗窃罪被判入狱四年半 卢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回老家 会不会给家人一些交代后 选择长期潜逃 警方对卢刚家人做了秘密调查 发现卢刚的丈母娘近期 总是接到一个来自乌兰查部式的电话 难道这些电话都是卢刚打来的 在乌兰查部式警方的协助下 他们找到了这名机主 同时也确定该机主 就是邯郸警方要抓捕的卢刚 到案后的卢刚很快就承认了是自己杀害小微的犯罪事实 但对小微尸体在哪这个问题 卢刚表示忘了 不清楚 据有多年办案经验的刑警知道 如果找不到小微的尸体 就无法给这起案件真正定性 证据链也无法做到完整 卢刚就无法得到应有的结果 虽然卢刚拒不交代这个问题 但警方还是了解到卢刚回到老家后 曾拖着行李箱来到釜阳河 得此线索 警方组织大量人少 对该河流进行了长时间的搜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 警方在釜阳河里找到了小微部分遗体 到此 不禁让人想问 卢刚和小微平时就是同事关系 基本没什么交际 那又是什么 会让卢刚将小微残忍杀害呢 据卢刚交代 在4月28日 独自回到群租房的他就看到小微也在 一开始 两人并没有有所交流 可没一会儿 小微就提出向卢刚借钱的想法 卢刚表示同意给小微借钱 但必须与自己发生关系 听到这话的小微很生气 双方因而发生争执 最后 小微提出给自己2000元钱 这件事才算了结 否则就将这是告诉卢刚的家人 听到这些话 卢刚一时糊涂将小微残忍杀害 对于卢刚交代的是 一时糊涂才将小微杀害 警方也是无法确定 毕竟死无对证 但通过对小微同事询问得知 小微生前曾经多次受到卢刚的骚扰 不光有小微 住在群租房的所有女性都被卢刚骚扰过 从卢刚作案后表现出来的反侦查意识 以及用手机来与小微亲人发短信报平安 这样不光误导了小微亲人 也误导了警方 2015年4月2号 卢刚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起案件再次告诫那些 还是居住群租房的朋友 在生活中一定要多个心眼 遇到那些不法之徒 首先要学着保护自己 敬而远之 敬而远之